这个就是用VBA写的 那你可以做第一次也可以做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分两次做 一个是跟这个工作比较比对 那不过因为我刚刚提到 因为程式太复杂了 因为密码 那打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这个回圈 I的回圈指的是现在这个范围 因为我要把老师一个一个抓出来 那这个第二个回圈 有没有 forJ的话指的是跟第二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相比较 有没有 然后比完之后的话 那如果两个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个这个回圈前面会多一个什么 序迟2点 有没有 序迟2点意思说 我要的是在下一个工作 是第二个工作表 第二个工作表的意思 然后比对的话一样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资料一样的话 那就帮我把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C栏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一栏的资料 帮我带到这边来 那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参加研习时数的话 所以最后面的话就把那个C栏里面补一个0就可以了 所以做完了 不过这个还没写完 这个只有去找第一次而已 如果你第二次的话 变成什么 你这边还要再加一个回圈 就是在外面还要再加一个S的回圈 这个S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工作表回圈 就是你做完第一个 他再抓第二个 所以这个程式相对的你会发现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话真的会很辛苦 所以仅供各位参考 而且你目前假的功力还没到那里的话 那可以把它设定一个目标 之后的话 有时间回头再来看好不好 那我上面都有加一些注解 只是说有些细节 可能目前呢 因为我们还没讲到跨工作表的应用 所以目前的话 也许会比较偏难一些些 那后面还有几个范例 也是跨工作表 那我们也许就可以再回头来看 不过这个仅供各位参考 最后这个档就把它先关一下 我们之后也许有时间再来看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那个 就是Cons 我想Rung的这个自己在 Rung的事实无路这个 我想自己在练习 Cons的话呢 里面假设我们需要知道四个问题 哪四个问题呢 这个范围里面 请问有几个数字 这个范围有几个数字 我想说第一 我是不是用数的 当然不对 用什么函数 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是有资料的 有资料就包含不管是数字 文字 还是什么 True force 日期都算 有资料的部分有几个 第三个问题是 空白的有几个 意思是没资料 那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 那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个数字 是大于三十的 大于三十 所以会有四个问题 一二三四 假如我分别要填到后面四个格子好了 那第一个问题 其实你们要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找对那个函数就OK了 请你在统计哦 统计里面往下找到C开头的 C开头的第一个叫count 其实count就是我刚刚讲的 计算范围中包含什么 特别关键字在哪里 数字有没有看到 的储存格数目 就是我刚刚讲 范围里面有多少个数字 它只会帮你把数字里面做 就是计数 如果不是它就跳过 第二个问题是有资料的 有没有 计算范围中非空白储存格 非空白储存格 不就是有资料的吗 对不对 第三个问题是count the blank 计算范围中空白储存格 意思是说空白的 第四个是什么 count the if 刚刚不是有some if 其实它观念还蛮多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一个是加总 一个是算几个 OK 当然底下还有什么 count if 加s 跟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some if s 到底一样 就是多条件的话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等于是count的相关函数 你会 几乎一串都会了 大概都差不多 有些可能没讲到 也许你可以试做看看 所以我们针对第一个问题 用count 算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数字 53个 答案出来 第二个的话 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count a 然后把这个范围给它 有资料有几个 59个 所以问你说 请问第三个 假设多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几个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不就是什么 把59减掉 53不就好了 对不对 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count a blank不就好了 blank就是空的 把这个空白的 帮我算出来 七个 ok有没有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总数了 那有几个是什么呢 几个是那个大于30的 大于30 所以range给它 第二个是条件 大于30的 ok按确定 不过移开一样 它会帮你加那个双引号 一个字 七个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七个数字 是大于30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些 另外当然你也可以练习 看看那个con if s 比如说你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他也可以帮你把它判断出来 那为什么需要了解这些函数 其实这几个函数 主要是要让你们 针对后面的练习题 有那个黑名单筛选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它解答出来的话 你只要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函数 其中一个就可以解决 而且非常简单 所谓的黑名单筛选指的是什么 一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黑名单 里面有几个cnt像下 两万多个黑名单 就是可能网站的管理 这些黑名单都要把它查出来 第二个是查询名单 就前面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想知道 这边的清单里面 有几个是黑名单里面有的 这个跟这个相差 所以其实 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如果两个范围比对的话 其实蛮多同学问说 老师我两个范围要比对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或不一样的地方抓出来 我该怎么做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刚刚讲过的函数 就可以解决 怎么把它查出来 查询的结果呢 帮我把它放在后面 怎么做 也许可以试试看 里面的话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Ctrl C 然后怎么样 切到黑名单 Ctrl F Ctrl V 然后寻找看看 有 黑名单 有的话 那你就切回来 在这边填一个yes 这样子 然后呢 可是如果你这样查的话 我看你查到下班都查不完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请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这里也是跨工作表 有没有什么快点的方法 最好是什么 按下去之后 自动一下就帮你跑完 自动帮你把查询结果找出来 并且直接放到后面就OK了 这个也许就是我们要主管要你查的 你也许每天要做例行公司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式快一点 最好是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完成 那会更好 试一下